台北市長蔣萬安 面對大安區離帳的需求與建言 一一回覆 藉由與離帳們的座談會 攜手讓城市發展得更好 在地的細節也不疏漏 今天有很多的提案 我想一華副市長也都非常的了解 我們可以做的 可以解決的 我們盡全力來幫忙離帳們 那我知道今天的提案裡面 有包括不管是永康街人行路面的鋪平 還有包括人行天橋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調整 當然還有包括波新市場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把它做一個住戶遷移整建 進行都市更新 還有包括配選里長關心交通的問題 路行重新的設計等等 當然很多里長關心 大概是都市更新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等一下 盡量讓里長們來表達意見 我們也會請局處首長張官同仁 來做一個回應 大安區永康里 李明英里長 提出期盼永康街雙號人行道更新 在這個國際觀光商圈的路上 已由李明跌倒受傷 人行道路面凹凸不平且狹窄 希望師傅協助鋪平改善人行道 現在的人行道上面的磚塊是凹凸不平 然後導致在右邊的那個照片 是我的李明走在人行道上面跌倒 然後腳斷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人行道上面是給人走 為了就是要給他能夠很安全的走在那個上面 不能說因為他的設計 之前的設計是這樣的 我們也不能否認 他的設計是非常好 是可以耐用可能一百年以上的人行道 但是他是不堪使用 所謂的不堪使用 我們先不要講他的美觀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作用 李明已經跌倒了 市長我不知道你覺得說 如果我們自己的家長 我們自己的爸爸媽媽走在人行道跌倒 然後腳斷了 不曉得你會做如何的處理 那這個李明我的大姐 我本來想跟他申請國賠 他說不用不用 李長你只要告訴市長把我們的路 我們的人行道鋪平就好了 他的要求就是指他把它鋪平 然後大家再來看一下中間的那一塊 那個照片是永康街一號的建案 那天我看到他就可以把它弄平 因為新公處我曾經這個會看過三次了 之前跟我講說這個材質是沒有辦法弄平的 我那天看到說他為了一個建案 他可以把它暫時性的鋪平到最後還會再復舊 但是他都可以做到為什麼我們新公處做不到 可以把它鋪平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我的要求就是讓他鋪平 讓我的李明走在上面不會跌倒 這個永康街人行道更新這部分其實我們已經有列入更新的考量 那因為這個路面是早期92年 都發局造街計畫所鋪設 那因為當時用的這個是屬於快磚 那跟現在人行環境的要求 平整的這個水準有點落差 但是因為在整合地方意見的時候 因為永康街的兩邊屬於不同理 那對於這個人要鋪面更新的這個這個訴求有不同意見 所以我們後續是再來召開這個說明會來凝聚共識 聽取里長關切的市容與行人安全問題 講完立刻回應一定要更新 你的朋友也會跟我講喔 這個路面當然當時的設計是很漂亮不錯 但是因為不平 所以有些老人家輪椅推過去 其實他就會乾脆走馬路上面 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想基於這些理由 我們來做 我覺得應該要做 我們把它做一個重新的把它鋪平 那當然這個也 因為二十年了 我們現在應該在技術工法上面 也可以把它不只做得好 也可以做得更漂亮 因為永康街商圈 終究是一個國際知名商圈 我們希望先從雙號這邊做起 我們也希望帶動一個示範的效果 也讓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經過這麼多年 是需要把它做一個整理 另外龍泉立彭為良里長 也向蔣萬安爭取里長春節慰勞金 盼蔣萬安能改善里長權益 政府保護群 在座的現場 上到市長 下到這邊所有的工友 在座所有人 你知道你們都有年同獎金 唯獨誰沒有 就里長沒有 這麼多人裡面 你們每個人都有 就里長沒有 拉到全國 全國從總統 蔡英文也有 到各級的民意代表 全部都有 就是里長沒有 我不懂為什麼 對不對 你所有在做 都一樣在做服務 做這個服務 民眾服務居民 唯獨 為何各級民意代表都有 但是里長就是沒有 當然我知道這個是法令的問題 那我想其實給里長 這樣子的這個照顧 它其實不是為了自肥 也不是為了綁裝 它其實是為了健全這個基層 對里長的照顧跟肯定 對里長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肯定 那當然這個議題我知道 這個其實是中央層級的部分 它其實很簡單 因為市長做過立法委員 他其實也知道 只要其實只要把這個 地方知己條例 第七條裡面 你只要陣列春節文件 這個項目加進去 朝野協商其實討論 其實願意過就過了 有一個地方民意代表 費用知己的條例 那其實要修 就像里長講的 其實只要文字把它加進去就可以 好當然 台北市我們對於里長 明天比如剛剛局長也有跟我講 我們其實也有給里長們出國的考察費用 好等等 但唯獨年終獎金 相較其他的各級民意代表 反而不缺里長沒有 我會來跟中央反應 好不好 包括之前幾個事情 警銷的警情加急 危險加急 我跟行政院反應 也都有得到正面的回應 那為良理長這個提案 我也會跟行政院來反應 好不好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